第499集 几分钟后 两人抵达了墙根下 方平小心摸了摸墙壁 微微点头 没有开口 示意此地可以打洞 不过现在这时机不好 太安静了 打洞容易被注意到 再等等 两人如同石头 一动不动 藏在墙根的阴影中 等待着时机到来 而时机很快到来了 就在两人等待中 远处忽然爆发出一阵怒吼 混账还敢来 一声愤怒的吼声 从城内远处传来 下一刻 远处爆发了战斗的能量波动 很是剧烈 方平也不废话 趁着这时机 马上开始往地下挖坑 这里的地面 是能源精铺设而成的 不过当年也许经历过什么 一些地面破碎不堪 能源精也破碎了 方平挖的正是这样的地方 这一次 方平是小心的不能再小心 生怕触动了下方的封禁之劲 挖了大概两三米深 方平示意老王下来 接着又开始填埋这个坑洞 再接着又开始朝墙壁处挖去 等挖到了墙壁 方平开始在墙壁上挖洞 武者的控制能力还是很强的 墙壁质量也不错 挖出的坑洞 没有造成其他地方军裂 就这样 一边向上挖着 方平一边填埋挖出的通道 要不然墙壁中有通道在 精神力一扫便会被发现 虽然墙者也很少闲着 没事干扫描墙壁 远处的战斗也一直没有停止 那是原生物袭击了禁区的人 禁区的人在这只是外来户 还带着一些能源石 这些东西对原生物而言是绝佳的宝物 强者的血肉也是他们渴求的 这样的战斗其实持续很多次了 又过了一阵 方平总算挖到了墙壁上方 没挖到最高处 停留在大概八十米左右的地方 上方方平没有挖穿 下方方平挖过之后 也将那些挖出来的碎料填补了回去 接着方平开始布设精神力屏障 一层又一层 再接着王金阳就看到 方平向墙壁外围打孔 此刻方平布下了一道道精神力屏障 也不再沉默 低声道 打个口观察情况 别盯着人一直看 强者感觉很敏锐 我知道 王金阳又不傻 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有些哭笑不得道 你这经验 真的丰富到我都佩服的 五体投地的地步 太丰富了 看看 挖墙 纵恐 上方不打通 哪怕有强者落在墙壁上方 恐怕也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 这一连串的动作 方平几乎是本能反应 魔物难道专门教授这些课程 方平也懒得理他 在墙壁上 钻了一个米粒大小的小孔 小孔的方向 对着的就是城市深处 而墙壁一米多厚 方平俩人待在里面 也不算拥挤 挖好了小孔 方平想了想 在背后也挖了个孔 这是观察墙维城主用的 两边都挖了孔 方平又在老王那边挖了一个 然后继续忙活 从楚空间中 倒出那些碎料 将两人埋了起来 他准备装石头 不给墙壁留任何缝隙 这样一来 精神力扫描来了 也不会造成中空的情况出现 忙活了一阵 两人如同被封藏在了墙壁中 方平有些不太爽道 老王 咱们一人盯一边 你别跟我看一边 后面的墙维城主来了 都不知道 王金阳无奈 只能艰难挪动着身子朝后转去 刚转到后面 方平忽然道 老王 快来看 有人 看看 张老师在不在 王金阳身体一动 马上转了回来 透过微弱的小孔 朝外看去 舞者 视线还是极佳的 这朵墙壁 距离最内部 还有数千米远 可那边的界壁 两人都可以看得见 八十米左右的高空 城内其他的一些残垣断壁 也有高的地方 却没有这么高 并不能阻挡他们的视线 远处 那晶莹剔透的戒壁下 方平看到了很多人 而战斗还在继续 方平看到了视血树腰 看到了别的腰植 也看到了几头妖兽 正在围攻那些舞者 被围攻的舞者当中 有两人实力极强 打得那些腰植和妖兽 不断血肉横飞 往后倒飞而去 尽管这一男一女实力极强 不过人太少 依旧无法赶走这些妖兽妖直 其他的舞者 反而比那些妖兽妖直要弱一些 或者说无力爆发 能量消耗得太大 这些人 很多人此刻都不处于巅峰状态 状态没有这些原生物强 铁木 就在方平还在观察的时候 正在战斗的那个女子 忽然怒吓一声 恼怒至极道 动神兵杀了他们 冷峻中年没说话 铁木 瑶瑶女子再次喊了一声 铁木有些恼怒 低喝道 神兵需要消耗不灭神 神兵动用 会消耗大量的精神力 在外界就算了 精神力恢复的虽然慢 可也是可以恢复的 越强的人 恢复的越快 可在这里 动用能量之力战斗 他们还有能源石可以用 可以恢复 可精神力消耗太多 恢复精神力的宝物 在任何地方 包括禁区 都是最上等的宝物 尤其是针对九品强者而言 能让他们恢复精神力的天才地宝 价值更是无法估量 有这玩意儿 和童节强者战斗 也许可以击杀童节 价值不比神兵低 他们虽然是禁区九品 可这种宝物也是没有的 现在和这些 妖兽妖之僵持 他动用的只是能源之力 能源石 地窟还是不缺的 他们来之时也带了不少 再说了 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有神兵 这女人也有 怎么没见他动用 就在这种僵持中 妖娆女子好像骂了一句什么 手中陡然浮现一柄弯刀 弯刀一出 女子气势大变 下一刻 女子身如闪电 突然爆发 弯刀一扫而过 人和弯刀 瞬间穿透一只妖兽的躯体 一声低响传出 巨大的妖兽尸体 瞬间跌落在地 女子却是没有罢休 而是落入妖兽尸体上 左手隔空擒拿 很快 一尊金色的缩小型妖兽 被他擒拿在手 女子手中爆发出 灿烂的金色光芒 狠狠捏了下去 震颤灵魂般的尖力吼声响起 那尊金色的小妖兽 迅速开始磨灭 片刻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此刻 其他妖兽和妖指也纷纷逃离 铁木中人没有追赶 妖娆女子也没有追赶 脸色很是难看 对他们而言 杀这些妖兽妖指没任何意义 八品的妖兽尸体 他们用不上 在外界 杀了 带回去也许还能弄一柄神兵出来 在这里 弄出神兵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都有神兵 此刻的他们 唯一的目的就是进入戒雨之地 而不是和这群原生物妖兽妖指死战 九品灭杀八品 看起来简单 妖娆女子这片刻的功夫 消耗了大量的精神力不说 连不灭物质都消耗巨大 此刻又无法修炼 补都补不回来 可妖娆女子的确是受够了这些原生物 等那些原生物逃离 妖娆女子恨恨道 该死的畜生 这一个多远来 每天都来 杀都杀不绝 这不是第一次了 一开始 他们精神力和不灭物质饱满 第一次来袭 两位九品杀了大量的妖兽妖指 原以为杀怕了这些原生物 没想到 非但没有喝退对方 反而招惹了更大的麻烦 这些家伙太记仇了 每天都来袭击 如今 他和铁木的精神力消耗大半 都难以补充回来 振兴城的人还没来 他们也不敢真的消耗殆尽 要不然 等到振兴城的强者来了 对方刚进入 状态饱满 那交手起来就麻烦了 女子骂骂咧咧的 铁木也是脸色不太好看 扫了一眼 躲在角落处的几位附身舞者 铁木怒吼道 继续打 这话一出 一位七品舞者二话不说 拿出皮鞭就开始抽搭起来 他们也很恼火 很烦躁 这些日子 他们虽然击退了这些妖兽妖指 可也死了不少人了 第一批禁区加上九品 来了八人 第二批总共是五位高品 第三批四位高品 十七位高品强者 在极西之地倒是没有损失 路过极西之地 禁区的人和万腰山打过招呼 可到了禁忌海 就有人陨落了 当然 禁区这边的人都没死 带着松王的信物 安全过海 后面两批人 因为意外 在禁忌海陨落了两位七品 而到了死亡之森 又陨落了两位七品 七品的陨落 几人还可以承受 关键还是禁区的一位九品强者 太过倒霉之下 在第一夜和原生物战斗 结果战斗强度过大 攻击到了封禁之界 导致封禁之界反击 爆发出强大无比的精神攻击 陨落了 陨落的不止他一人 附近的几位七八品强者 几乎被顺杀了 包括那些原生物 妖兽妖职 如今此地只剩下了两位九品 两位八品 和四位七品武者了 而原生物还在不断骚扰 这让这些人烦不胜烦 杀了 没太大好处 还得小心自己陨落 不傻 对方天天来 这些原生物习惯了这里的环境 虽然也难以恢复能量和精神力 却是比他们要更适应 没有能量和精神力的战斗方式 铁木这群人击退了那些妖兽妖职 继续鞭打那些人类舞者 墙壁中 王金阳身体微微颤抖 眼睛发红道 老师 老师还活着 张青南真的没死 他还活着 那被鞭打的人类舞者中 就有张青南 哪怕此刻的张青南衣衫蓝绿 头发遮面 他也认出来了 那是他的老师 张青南教导他的时间 其实不是太长 前后也就一年不到 07年9月份入校 到08年5月份 张青南就陷入了地窟 而没人能明白这段时间 其实是王金阳舞道路上 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未成舞者期间 他天赋没有凸显 勉强以跨线的成绩 进入了南江武大 他这样的一个 勘勘跨线的舞科生 进入南江武大 按理说 最多也就分个三品的导师 那时候 张青南已经是 五品巅峰的舞者 偌大的南江武大 六品的舞者没几人 五品巅峰的张青南 年纪不大 实力强大 甚至被当成 下一任校长来培养 谁也没想到 在那年的分院考核中 已经不准备收学生的张青南 看上了在分院考核中 表现一般的王金阳 一个五品巅峰的舞者 收了一位气血堪堪 120卡左右的学生 那时候 整个南江武大 都有些轰动 这就和魔舞 一位院长级别强者 收了一位 刚跨线的魔舞学生一样 罗一川 陈振华 这些强者会收一个 气血130卡左右的学生 别说他们 方平那一届 几位没到六品巅峰的导师 收学生 都不收那些非舞者 就算收 那也是二次脆骨的非舞者 这样的知语之恩 自然让王金阳记忆犹新 也正因为张青南的存在 他才能迅速跨过 非舞者阶段难熬的时间 进入一品镜后 他才真正的展现出自己的天赋 被学校所看重 这才有了后来南下摩都 北上京都 拿下天交之名的王金阳 也许没有张青南 他也会走到这一步 可这个世界 没有如果 也许 没有了张青南 他说不定现在 还在低品镜挣扎 舞蹈的起步 总是最难的 此刻 看到老师还活着 看到老师被人鞭挞 王金阳 双眼血红 握紧了拳头 尽管一次次地告诉自己 哪怕老师真活着 如今这局势 他未必可以救人 只要看老师一眼 那就心满意足了 可当看到老师被人鞭挞的这一幕 王金阳依旧怒发冲冠 恨不得马上杀出去 杀了这些混蛋 方平轻轻拉了他一下 低沉道 别冲动 人活着就好 就有机会 咱们如今只有等 等时机 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 王金阳深吸一口气 压下怒意 眼神冰冷道 我明白 方平见他安静了 这才到 等时机 振兴城的人还没到 强威城主也躲了起来 这都是机会 机会合适的话 我们还有救人的希望 这些人现在还保留着大部分势力 这也耗空了他们的精神力和能量 到时候 哪怕没有其他人 我们也未必没有机会 说着 方平舔了舔嘴唇 低声道 现在 该找强威城主了 找到了他 发现了他 想办法 让他们火拼 这才是明智的抉择 王金阳眯着眼道 恐怕 没那么容易 机会都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的 方平淡笑道 亲自导演一场 九品的火拼 我很兴奋 当然 也很刺激 在走死亡的钢丝线 不过 我们惧怕死亡吗 不怕 我怕 方平忽然话题一转 小声道 所以 还是安全为主 我们不死才有希望 你可别冲动 老王 你自己死了没事 别啃我 王金阳脸色漆黑 鸭的 你说的热血沸腾 忽然来这么一军 恶心谁呢 舞者要耐得住寂寞 不管是方平两人 还是薔薇王 其实都耐得住寂寞 整整一个白天 两人没有发现薔薇王 那家伙不知道躲哪去了 而这个白天 方平和王金阳也不再交流 如同真的石头 一动不动地缩在墙壁中 鞭挞 还在继续 这些地窟舞者 根本没把人类舞者当人 耗空了他们的弃血之力 丢给他们一些能源石 你不抓紧时间吸收恢复 他们照样鞭挞 方平隔着这么远 都能看到血花剑舍 被俘虏的人类舞者 此刻只剩下了六人 死了多少 方平不知道 可这六人 都是衣衫褴褴 身上满是血痕 所有人都如同哑巴 不管是人类舞者 还是地窟舞者 都不再说话 除了鞭挞声 偌大的封禁之界 没有任何声音 两位九品强者 也不是一直待在原地 有时候会四处走动 甚至还会往后方走去 也许是去查看 禁忌海对面的情况 看看振兴城的人 是否抵达 黑夜 再次来临 诶 胡逝